梅大姐住在梨水锦宁大迹乡 家里有一幢三层楼的农居房 她说其他村民装修房子的时候 买了图册上这种碳金版 用来装饰墙面和天花板 她觉得装修效果还不错 就像其他村民要来了那位山东卖家的电话号码 6月1号双方加了微信 经过多次沟通之后 这位卖家说总价13000都是熟人介绍的 梅大姐7月1号先付了6500 7月9号这两次转账加起来是6300 卖家表示给梅大姐再优惠200 最终以12800的价格成交 调顶的榜子他们家是22块 我家是24块价格高吧 其实是我是不止200块钱 我只把它少了200块钱 当时她好物流费用是多少 940 后来到理想就加钱 1040 这张托运凭证上标明 负责这一单的物流公司是祝福物流 从山东灵仪到泥水景宁 托运时间是7月9号 这批探经板是7月14号送到家里的 当时她和家人不在场 是自己的妹夫出面接待货车司机 手机视频显示 速封包装还没拆掉之前 已经能看到几张板子的边缘有明显破损 还有一些板子上有疑似勒过的痕迹 梅大姐说当时她给货车司机打了电话 表示自己拒收这批探经板 后来是损坏掉了 破了一半 他们司机拆下来就知道破 我们就没卸 那后来这些膜是谁撕掉的呢 司机 刻在边上 全部中间都破掉 这个会影响你们安装使用吗 都没用 我家这个是刚好良好磁场的 梅大姐说 事后她立刻联系了那位山东卖家 卖家发来文字微信 提到物流给弄坏了 我们都是包装的很好的送给物流的 正常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属于物流破损 找物流赔偿 按照梅大姐提供的号码 记者跟这位卖家进行了电话沟通 这一批货坏了有1000块钱左右的板子 然后这个事出来之后 人家物流就是即使想给他协商 给他处理 坏的板子物流给人赔偿 好的板子吧 然后就是希望大姐能收下 但是这个大姐呢 觉得不接受 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 您直接跟物流协商 山东灵仪这家 祝福物流站点的工作人员 在电话中回复记者 破损的板子 没有没大姐说的那么多 底下的那个板子长 上面的板子短 底下的那个板子 可能是我们物流当中 可能是搭配或没搭配好 我们数了一下 有五张那个角 就是破损了 顶上的那个板子 我们大概数了一下 大概有八到九张 就是我们打包带勒的 然后呢 我们也去核实了这个厂家 这张板子大约多少钱 按照这个板子的全额赔偿 我们这个板子价值 也是不到两千块钱一里 也就是千万块钱 我说我运这总共一千多块钱 如果你全扣了 也差不多了 你就那个什么收了 后来呢 怎么结伤也不同意了 我这个不接受 要么钱退给我 就一万两千八 一万两千 金号商退给你 要么呢 一车完好的板子 物流站点给出的解决方案 梅达姐还是不接受 她准备和家人商量一下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1818黄金眼记者李水报道